大家好,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也和大家坦诚交代,我自己也是杨了 那么当前的状态应该说已经是杨过杨康了 心里想着接下来的2023年要如何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赚钱了 其实过去的这几年,大家的日子都挺不容易的 疫情,经济,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压力 我们个人家庭如此 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也是如此 随着杨过杨康的人越来越多,加快复苏就逐渐成为主基调 最近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也是在为2023年提振中国疫情之后的经济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随着中国1月8号之后,各种防疫政策的进一步放宽 不仅中国的人们很期待后续的复苏 中国的企业甚至全球对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 也都保持着高度的期待 英国卫报认为,中国优化防疫举措提振全球经济预期 而日本的经济新闻则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有助于世界免于衰退 亚太国家期待中国游客的回归 全球的奢侈品市场也都开始摩拳擦涨 纷纷看好中国的商机 相信中国经济在2023年里一定会有一个亮眼的表现 我们看到了德国之声 那么在27号,他就采访了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德克 他对于中国放宽防疫人入境限制的决定表示欢迎 他特别谈到,放开就意味着欧洲的企业员工 可以更加方便的直接往返于中欧之间 特别是欧洲的一些高管呢 那么他就可以来很方便的到中国来出差 因为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呢,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出差呢,其实是职场人士的一种常态 那么过去呢,受制于疫情的管控呢 那么出个差,对吧 你如果说隔离多少天呢 显然呢,这个会带来很多的不便 但是疫情当下的时刻呢 那么各种限制措施呢 实际上也是没办法,对吧 那么经济活动呢,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现在各种限制取消 所以后续呢,这些正常的经济活动呢 就可以顺利的开展 那么伍德克对于未来是充满了希望 他认为中国有着强大的复苏的基因 法新社则是在关注中国人 27号对取消入境强制隔离之后 那么感受到的一种欢呼缺业的一种啊 这个氛围 而且呢,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的预定 各种各样的航班啊 开始查机票 查这个出行的路线 而且呢,这里面就包括了 比如说有出差的、商务的、求学的、做生意、强订单 反正呢,旅游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很多 那么法国的驻华大使大使馆呢 他在微博上面更是直接的表示 中国朋友,法国张开双臂,欢迎你们 显然呢,是在为去法国旅游的一些中国朋友呢 来开始做推销,做广告 而中国的移民管理部门呢 也正式的宣布 从1月8号开始 要有序的恢复 受理、审批中国公民 应出国旅游 房友申请普通护照 那么中英两国的贸易协会 中国区负责人 汤姆·辛普森则认为 中国的最新防御政策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12月27号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政策的改变 为感染高峰过后更为全面的经济复苏 铺平了道路 这有助于重振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消费 而且在2023年里呢 将会加速民营经济和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英国卫报网站12月27号 发表了一篇 即为中国放宽新冠这个旅行限制的举措 提升全球经济的希望的文章 特别谈到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放宽出入境限制的决定 给投资者带来了希望 在2023年前景暗淡之际 此举或将减轻多国 加息对全球股市的影响 并打通供应链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分析师则认为 尽管新冠病例激增给中国的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将是积极的 中国放宽人员在国内的流动和入境旅行的限制措施 支持了高盛对于2023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的预期 高盛在27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特别指出 他们认为新的指导方针是中国全面重新开放的重要一步 报告又谈及 在机场航空公司有可能受益于放宽限制措施 带来的旅行的增长 泰国等地区的经济体会因中国的商务旅行者 以及游客而获益 美国银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 中国政府早些时候 关于重新开放经济的一系列的声明 已经改善了一些全球领先的基金经理的看法 他们认为中国会出现更为高速增长的基金经理的比例 从11月份的13%飙升至现在的43% 美国银行则指出 经济衰退这个预期的缓解 可能是受到中国经济前景改善的这个推动 可以说呢 在外媒的这种纷纷聚焦讨论之下 中国经济的复苏将会有助于世界 免于经济的衰退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29号的报道 日本相关的媒体呢 汇总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202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 预期平均值是4.7% 在2023年下半年之前呢 有望迎来经济的这个反弹和复苏 报道又谈及 针对2023年中国经济的增速 在做出有效回答的36名中国经济学家当中 17个人预测经济增长4%左右 16个人预测经济增长超过5% 那么预测经济增长率 5.4%的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认为 随着经济活动的重启加速 以个人消费为中心 2023年4至6月份起呢 将实现强劲的微字型的经济复苏 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网站相关媒体的报道 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持乐观态度 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说 重新放开的最新进展支持了此前 中国经济未来将会在2023年当中增长5.2%的这个预测 经济学家又指出 随着旅行恢复的正常 这些举措还会有利于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巴伦周刊网站12月19号就有一则报道谈到了 中国是全球唯一有望在明年实现企业利润和GDP 这个方面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对于全球经济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就在美欧经济放缓之际 那么这个中国方面的经济表现 以及当前的一系列的政策的推出 就提高了世界可能避免衰退的那种可能性 而说到中国疫情的放开 首先想到受益的产业 当然了就是旅游业 那么我们也看到境外媒体呢 对于中国疫情的新政策给予高度的关注 中国旅游业回稳向好 这个势头呢是非常的明显 根据旅游主管部门的报告 针对即将到来的元旦假期和随后的农历新年假期 等等这些假日旅游 新一批的包括啊 这个滑雪呀 这个海岛呀 反正呢 各种各地的旅游项目 旅游的这些啊 这个活动广告啊 都开始呢 这个全面的铺开 而且呢 我的很多朋友呢 他们是做这个旅游业的啊 旅行行业 还有同学呢 在学城啊 这个最近呢 我看朋友圈呢 经常发啊 这个闲城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啊 反正呢 就是对吧 旅游的路线呢 就可以呢 让很多朋友呢 去做一些这个选择 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广告呢 在过去这个疫情防控期间呢 肯定不会推出 对吧 你推出的话 很多人看到了 没办法去这个啊 做这个旅游的活动 那现在呢 哎 放开了 哎 很多朋友呢 这个闷了好几年 也是呢 想出去转一转 所以呢 这相关的广告也多了起来 那么这个动作本身呢 是非常的明显 也包括一些地方呀 这个特别是旅游的一些 这个啊 这个旅游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地方呢 也准备要发放一些优惠券 来鼓励这个啊 消费来吸引呢 这个游客 另外呢 还有一些省份 根据游客的爱好兴趣 提供各种个性化的套餐 共选择 那么政府方面还计划 在农村要举办地方的联欢晚会 民俗表演和艺术展览 在最近三年的疫情防控当中 旅游业受到的打击呢 是非常明显的啊 那么在最近优化防疫政策之后呢 预计旅游业的复苏呢 也是最为直接和明确的 另外我们看到 香港的南华早报呢 最近也做出了一些报道 特别指出 在调整优化防控措施之后 中国旅游业从业企业 看到订单量和航班数量的 快速的复苏 美团最新的数据就显示 12月19日至26日 北京地区到餐馆 这个啊 餐饮消消费的线上订单量 那么周环比增长 百分之二百一十八 北京环球度假区 订单量周环比增长 百分之一百二 北京地铁的客流量 也在逐渐的回升 27号 北京地铁公司 所属的运营路线 运这个 它的运量超过了 四百六十万人次 是12月17号的五倍之多 那么根据报道呢 北京的首都机场 也提供了一些数据 特别谈到 28号 首都机场的出港旅客数量 约为1.68万人次 也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的最高 一家国有航空公司的经理 就指出最近几周 国内航班已经恢复 估计恢复至疫情之前的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的水平 香港经济日报网站 近日报道指出 随着近期防疫政策 不断优化调整 加上年底春运的来临 民航市场进入复苏的快车道 包括中国东航 吉祥航空 金盆航空等等 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 密集表态国内客运回暖 计划加大运力的投入 另外我们还看到 包括像香港01网站 马来西亚的新报等等这些 都在纷纷报道 中国的这个出入境新规定之后 多国发声或采取行动 来欢迎中国游客前去游玩 泰国称已经等候中国游客三年 西班牙感叹终于等到你 法国驻华大使馆 我们前面说了 对吧 特别发文指出 中国朋友法国张开双臂 欢迎你们 报道又指出 泰国国家旅游局近日的新浪微博 特别发文 三年神奇的泰国 等你们三年了 挪威国家旅游局指出 挪威的峡湾 极光 岛屿 冰川 都在大声的想念和忽念着你们 这个呼唤着你们 2023年 我们挪威舰啊 等等这些标语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希望重振各地的旅游业 那么西班牙国家旅游局也指出 西班牙终于等到你 加拿大旅游局也谈到好久不见 那么终于能够这个面对面等等 澳大利亚的旅游局说 在澳大利亚啊 等等你到来 瑞士国家旅游局说 小瑞等着大家啊等等 反正呢 就是很多对吧 都想来做生意赚钱了 那么此外呢 以色列 塞尔维亚 葡萄牙等等这些国家的旅游部门 也在微博当中表示 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 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就认为 即将开放的中国将令马来西亚旅游业受益 该协会的主席乌达尼斯近日表示 预计将有100万中国游客在2023年到马来西亚旅游 他又指出啊 这个马来西亚方面呢 也会这个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特别包括像一些啊 疫情管控啊 签证政策呀等等 都希望呢 能够做好配套 另外他又指出 目前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航班数量还比较少 今年的12月 这个航班数量约为2019年同期的40% 也就是说呢 连一半都不到 他又指出 马来西亚特别期待游客的到来 希望呢 能够控制疫情 而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特别报道了印尼总统佐科 谈到了在中国病例激增之际引发担忧的时刻 他并不担心外国游客的增加 这个外国游客的增加 带来疫情的传播 佐科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 只要检测结果显示 我们拥有适当的免疫力 那么具体采取何种措施 实际都不是问题 而最新的情况我们看到 印尼方面的 这个佐科已经宣布 这个印尼呢 是取消所有的疫情防空措施 也就是说 完全回到疫情爆发之前的 这个正常的生活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泰国方面的旅游局近日也表示 正在于设在北京上海 广州 昆明和成都的旅游办事处进行合作 要调整 吸引中国游客到泰国旅行的计划 该局局长 苏巴颂特别表示 该机构还将与酒店经营者 航空公司 机场运营方要讨论吸引中国游客的计划 该局东亚司司长李文华指出 中国旅行社已经针对即将到来的春节 推出到泰国旅游的套餐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 特别呢就谈到了 在中国宣布优化政策之后 泰国计划将在2023年吸引国际游客目标 从2000万提高到2500万 那么此外呢 新西兰先驱报也特别指出 前往新西兰的中国旅游者将无需出示 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再过不久 由于前往海外的中国游客将自由出行 新西兰为卫生部特别谈到 经过评估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国际游客 不会显著改善 改变 新西兰的疫情风险 目前的公共卫生措施 仍然适合管理疫情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 在各国欢迎的同时呢 除了新西兰 还包括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9号表示 尽管某些国家和地区要求进行病毒检测或提供所谓的阴性证明 但澳大利亚并未改变 允许中国游客入境的规定 也就是说 澳大利亚啊 过去怎么做 未来还会怎么做 不会跟着日本 跟着美国啊 去要求中国提供所谓的证明文件 同时他指出 目前的旅行建议没有变化 将继续关注后续的事态发展 而另一个看好中国市场机遇的呢 是奢侈品行业 英国时装商业评论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在中国有关部门宣布 从1月8号起取消入境隔离措施之后 全球奢侈品集团的股价纷纷出现上涨 根据这份报告 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啊 这个路易威登 他的股价一度上涨2.7% 瑞士利芬集团股价上涨4% 包括这些公司在内的高端零售商 高度依赖中国消费者 他们希望中国减少限制措施 能让这些行业从中受益 资深的投资和市场分析师斯特里特指出 品牌将为资金充裕的中国游客的回归做好准备 而中国这个奢侈品市场的规模 约占全球总额的21% 这个占比呢是非常之高 预计到2025年 中国将会超过北美和欧洲 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你想对吧 中国的这个市场规模如此之大 那么未来的成长机遇呢 如此之大 如此一来呢 我们也看到 无论是奢侈品还是旅游行业 重视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的调整 重视中国的客户 重视中国市场的原因之所在 做生意嘛 对吧 和气身材 哪像日本 很多朋友去日本旅行 对吧 结果呢 第一个挑出来 要你提供报告 又要你检测 又要干嘛干嘛的 结果呢 就是日本 实际上呢 日本的疫情本身也挺严重的 对吧 一天也增加了很多力 你现在呢 这个好像这个 对吧 把中国呢 这个防的这么死 当然了 这是日本的政策 我对于日本推出什么政策呢 我并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我虽然现在没有什么旅行的计划 如果我要旅行的话 哎 我肯定就会选择 比如说这个 这个新西兰呀 啊 泰国呀 对吧 他欢迎你 而且泰国还推出了一个政策 啊 你这个时候去泰国旅行呢 我看 我是看媒体上看到的啊 这个具体呢 如果大家真要去 还要核实一下 就是说 他给你免费接种 加强症的疫苗 当然 我现在没有看到 具体是哪一种疫苗 对吧 哎 表示什么呀 表示最起码别人用心 对不对 你来我这里玩 我敞开大门 欢迎啊 如果你想要打加强疫苗的 我泰国呢 免费给你打 对吧 最起码呢 有个态度 对不对 哎 我也许我根本就不用打加强针 我在国内打过了 或者暂时呢 不想打啊 刚扬过啊 其实很多朋友 如果刚刚扬过 刚刚恢复的话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打 至码短期之内 我也看一些 这个专家的介绍呢 就几个月之内 因为你你是感染过一轮的 这个病毒 你得过一次 啊 这个新冠的话 那你体内的抗体的 这个含量呢 是远远大于 你打任何的一种疫苗的 所以呢 如果现在朋友们 刚刚扬过 对吧 你的体内的抗体 这很强大的 这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打疫苗 但是呢 我们还要遵从 这个医生呀 或者专家的建议 一般我是网上看到说 可能是六个月 还是几个月之后呢 那么当你的抗体浓度 下降之后呢 那么或许可以打加强针 那这里呢 我不是医学专家 我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 所以大家呢 千万不要把我说的话呢 当做一种指引 只是一种参考 那具体的话呢 你必须得去按照 医生或者是这个 打疫苗的这个机构 他们的一个啊 这个推出的一些标准的这个做法啊 这一点我想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那不管怎样吧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泰国方便 对吧 张开双臂 欢迎你啊 对吧 免费提供疫苗 我打不打是一回事啊 就像一个餐饮店 他给你提供很多免费的这个服务 你用不用是一回事 但是呢 他有他有这个态度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对吧 你日本的话 对吧 搞得好像大家非你非到你 非要去你日本玩不可 这样的一种做法啊 当然对吧 如果很多朋友还是去呢 我并不在这件事情上呢 保持一种强硬的立场 而是呢 一种感受 对吧 旅游嘛 本来就是一种感受 是不是 所以不管怎样吧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全球啊 各个不同的媒体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预期 对于中国疫情之后的啊 后疫情时代的一些这个政策调整的变化 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看法啊 包括呢 我们列举了啊 旅游业啊 奢侈品行业 他们目前的态度 我想呢 随着中国的这个重新开放呀 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上 与美欧之间展开各种竞争 那么实际上呢 是肯定在接下来呢 会更为的这个强烈 那么受到加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呢 美国经济现在正在降温 而欧洲呢 正在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 这也让中国的消费者 回归之际呢 拥有各种优势 我们看到麦肯锡的咨询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 从长远来看 中国很可能仍将是时尚消费的核心市场 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信心依旧强劲 中国市场还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那么我想前面所介绍的旅游业奢侈品行业 也都是其中的一些小例子 对吧 对于我们这个包括像街边的一些小店啊 水果店啊 夫妻店 包子铺早餐店啊到各种各样类型的大型企业 实际上呢 我们说在疫情之后的复苏呢 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当然这一切呢 还是都需要是干出来的 也需要呢一些时间 让这一这样的经济复苏呢 冲回正轨 毕竟呢 现在中国的有些地方的这个杨国杨康的人呢 已经很多了 包括北京最近恢复的很好 那包括像上海呀 包括还有中国的一些地方呢 那么还在这个压力还比较大 很多朋友呢 虽然也没事 很多朋友没事 但是呢 多少呢 还经历着疫情的这个当下 对吧 疫情的高分时刻 所以呢 我们今天虽然介绍未来的这个各种复苏 但是当下呢 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想的这个过程 从现在的这个疫情高分到经济的复苏 人们能够消费啊出行啊 各种生意做起来呢 它中间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想呢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也急不得 也急不来 我们一起呢 来期待 希望呢 中国的经济 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呢 都能健康 都能够在来年呢 能够赚越来越多的钱 能够生活呢 越来越好 让所有的一切呢 重回正轨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节目